兄弟们 以前大家都说 直播睡觉会不会有人看呢 没想到啊 游戏主播火线妹啊 真的直播睡觉了 不但很多人看啊 还有人刷礼物 简直打破了我的认知啊 太牛逼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通过左上角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时候是零晨五点多 火线妹和她闺蜜正在熟睡当中 而直播间的人数呢 竟然有五千多人啊 还有人在不停刷礼物 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赚钱 连睡觉都是在挣钱啊 真的太牛了 更牛逼的是 睡醒了 接着有人刷礼物啊 我真的服了 嗯 这是下一头学 来啦 我是谁 让我猜猜看 你是湖南第一美女 该看的咱们也看完了啊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析几波细节 第一 看左上角的时间可以发现啊 她们起床时间是在下午一点左右 其实99%的主播都是这样 她们熬夜开直播啊 白天睡到下午 生物中已经乱了 作息非常的不规律 这样对健康非常不好啊 所以之前总有报道说有主播因熬夜猝死的 再来看第二个细节 火线妹的房间看起来虽然少女性满满啊 但其实挺乱的 而且她养了一只蓝猫睡在床上啊 还有一只斗牛犬睡在狗窝 我虽然也养猫狗啊 但是让他们睡在床上啊 真的是有点难以接受啊 第三个细节 虽然她直播间很多人在看啊 但也有很多小黑粉在举报 所以直播间频繁的提醒 该直播以色险a类为规 说明他们那边的网络平台啊 非常的不开放啊 并且人工智能审核很垃圾 这明明没有违规啊 但是却还在提醒违规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火线妹起初真不该玩穿越火线啊 这个游戏的玩家少的可怜 他要是玩吃鸡的话 现在绝对是全网第一女游戏主播 不管吃鸡端游还是手游 其实他完全可以转型的嘛 都是枪战类游戏啊 很容易就学会了 但是现在还在天天玩穿越火线啊 真的是不应该